过去的几十年 不少ABC艺人明星都把我们给迷惑了 感觉好像只要生在外国 就会特别美特别帅特别辣 洋里洋气的口音也新奇诱人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 ABC这词早就不流行了 但对外国亚裔人士的兴趣却越来越火 回流到了中国养成了ABG的风潮 无论YouTube抖音B站 ABG变装视频都大受欢迎 热度居高不下 就连淘宝最大规模的服饰盛会 淘宝新势力周 都把ABG辣妹风纳入最新的七大趋势风格 一起看看ABG是如何让一个个学霸 要变成一只只小野猫 中国景点 蚂蚁腰、A4腰、漫画腰穿铜装 中国细腰族的晒兽法不计其数 塑造了不健康的减肥风 不但要瘦还要白要嫩 类似白富美、茶艺女孩、BM女孩的美女形容词 卖弄的就是清纯羞涩苗条 如此狭窄的审美标准令不少女性无奈 发起了审美革命点燃了ABG风 画圆润为丰满 画脆弱为性感 肌肤不必奶白、健康肤色一样亮眼 ABG摆脱了女团风塑造的白瘦又标签 身体力行夺回身材自由 对比舞台上整齐划衣的纸片人 ABG女孩风格鲜明 像是行走的荷尔蒙 个个又酷又辣 Asian Baby Girl原来是指常年在海外或欧美籍亚裔女孩的常见风格 原本是亚裔女生在西方国家为了融入西方文化而效仿西方的潮流 但随着亚洲身份认同感的崛起 逐渐结合了亚洲人的特色 例如说白皙肌肤是没有问题 但健康肤色更受青睐 因为无论亚洲女性再怎么白 也不可能白过按摩嘛 索性就保留健康肤色展现ABG特色 另一个ABG的特色就是野 亚洲女孩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白瘦又的感觉 被贴上容易征服期待保护的标签 ABG正是以野蛮的形象撕下了这个标签 自带高冷自信 I don't care的态度 猫眼妆 蝴蝶睫毛 厚红唇 以大胆取代的含蓄 不少ABG女生也喜欢染浅色头发 穿孔 纹身 爱怎么疯就怎么疯 把心里的野兽通通放出来 比起一个个克隆人 ABG女生绝对历历在目 回头率100% 比起精致牌子 ABG Girls也更喜欢鲜明的潮牌 大胆放闪 在明星当中 被网民认为 剧代表ABG的就有周扬青 以及Blackpink的Jenny 许多中国艺人也开始带领了 ABG走上舞台 其他有趣的特征还包括了 喜欢用狗狗的filter 以及偏爱手握泡泡茶自拍 似乎为了证明自己 真的是亚洲人 对于国内千篇一律的白兽幼蜂潮 ABG女孩只能说 Bitch 我修够了